高天良 也是刚才表演的黑熊先生的弟子 他现在听着主要的意思就是表示了一个腰部的骨盘 在总体上来说我们前面都看到这几位练的都是属于眼镜城这个体系成态的 那么他的主要区别就是手掌是分开的几个指头分开的叫做龙爪掌 他现在走的这些就表现了八卦爪的一个特点 就是谁走谁便 不在不断的走手也在不断的变 他不像其他的前书是暂住了来进行手的变化的 就身形和姿态来讲八卦爪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蜜蜓 所以我们看到的表演手不断的扭转 身也不断的翻转 步子也不断的转圈 这些都ень不断的物货 放入烤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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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